第五 成就变财 口才好 所以希望各位要天天私食 像我走到哪里 我一定会撒米 除了布施轨道 这个米掉在地上 小鸟会不会来吃 会来吃 小鸟吃的米 它就不用去吃虫了 而且这个米掉到水里面 慢慢化 那个鱼会不会来吃 会来吃 所以走到哪里都要布施 坐飞机也布施 水跟米 各位要养成这个习惯 好不好 走到哪里 供养三宝 而且经典说 我讲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庙叫叉花庙 这个叉花庙里面 住一个老比丘尼 然后每一年的观音蛋 老比丘尼就会去买了 很多很多的东西 来供养观音菩萨 那一天一大早 老比丘尼三点就起床了 就开始在摆供养 香花灯出过 摆得好累啊 就靠在桌子上 打瞌睡 当他打瞌睡的时候 那么突然梦到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跟这个老比丘尼讲 哎呀比丘尼啊 门口有五个乞丐 好痛苦啊 你赶快把食物给他吃吧 那老比丘尼以为他在做梦 一站起来以后 一站起来以后赶快出去把门打开 一打开外面还真的五个乞丐 肚子饿的坐在那边 他赶快把供养观音菩萨 所有的东西啊 观音菩萨交代了 布施给这些五个乞丐 所以各位了解了 以后供佛的东西啊 最好佛希望我们怎么样 来下施众生 对 释迦牟尼佛说 你拿一颗包子要供我的时候 供养佛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只流浪狗 你把这个包子给流浪狗 这个功德等于供养恒河杀佛的功德 佛陀 佛陀说 慈悲才是供养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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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帮助众生 你去帮助众生 将近十亿人民币 哇 这个功德大不大 所以各位 这就是一种力量 这个叫什么 念下来 悲田 慈悲的福田 当别人在受苦难的时候 就是我们基福田 基福报最大的机会 我先讲一个故事 这个是真实的故事 我看那个现代英国《实录》里面所写的 在天津二十年前 有一位三十几岁的男人 他去买彩卷 那时候很便宜 结果中了一等奖 一套大房子 那个时候报纸都来报 电视都来访问 变成很福报 很富有的人 原因呢 有人问一位神通老和尚 那个老和尚就说了 很简单 这位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经过车站 在车站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女人 手上抱了一个小孩子 她身上只有 自己身上只有两块钱要买车票了 但是看到这个母子这么可怜啊 就把两块钱完全布施给她 那一天不坐车了 走路回家 因为她中了这个阴 就是她今天中彩卷的原因 各位 阴小果大 小小的布施 大大的功德 每天走到哪里都要去慈悲了 为什么 这个世界 听说现在灾难很多 现在最大的灾难是什么 杀生 杀生所造成的恶业 所以有很多的天灾啊 水灾啊 传染病 那这些被杀掉的众生 就好像来报仇一样 就冤亲在主啊 鬼道啊 那怎么办 那各位现在对他们做布施安慰他们啊 所以每次你在吃饭的时候 拿七颗米 拿一条面 拿七颗饭 给他放在桌子上 或是拿到外面去 拿到外面去 你再吃 那你自己会觉得内心很平安 很慈悲啊 要吃之前先供养三宝 对不对 供养三宝拿七颗饭去下施众生 那每天都在做大功德 每天都供养三宝 每天都布施给众生 然后你自己再用 再吃 然后这样才能够圆满 叫什么 福慧双修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水也一样 水 布施水 供养佛 当愿众生 得大财富 身体健康 水流在地上 嗡啊 然后也布施那些可怜的众生 特别阴暗的地方 水沟里面 那如果你愿意盖慈悲一点 就要跟我们法师学一学 辨识咒 甘露水真言 好不好 很简单的 但是各位啊 你只要愿意去做 现在世界靠我们 知道吗 这个世界很进步 科技很发达 但是 这个不是光人的世界 这个世界叫什么 来 众生世界 有天神 有山神 有鬼 有畜生 地狱道 六道轮回众生 所以各位每一次 在做什么功德的时候 都要想到一切众生 他念下来 当愿众生 所以每次你做什么功德 都要想到当愿众生 我供养三宝 当愿众生 离苦得乐 同臣佛道 我念阿弥陀佛 当愿众生 业障消除 得生净土 这样 功德大不大 所以我想 万法为心照 我们发了一个菩提心 刚刚讲了 要 发菩提愿 那你就要 掌养慈悲 圣解空性 空性的智慧就是 不为自己做 只想了众生苦 只想了众生的苦 所以我所做的 都是当愿众生 穿衣服 吃饭 什么都是想的别人 刚刚讲了 想的众生 就是快乐的因 就是福报 只为自己 我今天拜佛 是为了我儿子 考试进步一点 你会不会有压力啊 就会有压力 儿子不乖 没关系 因为我儿子 我忏悔 所以我来拜佛 我发愿 愿所有的小孩子 都乖乖健康 那你就有很大的质量了 所以各位 痛苦是谁给谁的 自己给自己 生命的敌人 不是别人 不是外面的世界 自己内心的烦恼 叫贪嗔痴 你内心里面有烦恼 你就会造业 就会受苦 佛陀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所以背下来 烦恼 造业 受苦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有的痛苦 是自己造的业 所有的业 就是因为烦恼 烦恼从哪里来 就是有一个我 我海涛 我陈阿山 执着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 然后起了爱恨交织的分别心 喜欢的要给它抓在一起 不喜欢的要消灭它 这个叫贪跟撑 执着我叫愚痴 那你就造业 什么叫造业 身体的行为叫生业 身体有哪几个不好的行为 捏一下 杀生 偷盗 邪淫 基本的 你要身体去做了坏事 嘴巴呢 捏一下 骗人 骂人 说是非 讲闲话 心里的恶业 捏一下 贪嗔痴 这叫身口一山恶业 你造了恶业 那你就要享受很大的痛苦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各位一马上痛苦 你马上忏悟 跪着送地藏经 有一个出名的医院的院长 老院长 赚了很多钱 女儿也读了博士 36岁 也在做医生 这个老院长病得要死 但是自己是个院长 女儿也是个博士 也医不了他 就去找了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啊 给我父亲加持加持 老和尚慈悲啊 不嫌麻烦 亲自到医院 因为老院长插着管子 心脏开刀 再加护病房 还有一点会讲话 老和尚就说 老院长啊 你要不要知道 今天为什么会病得这么厉害吗 老院长插着管子就点头 老和尚说 你是不是很喜欢吃什么鸡心啊 猪的心脏啊 老院长更点头 这就是你今天心脏开刀的一个原因 还有老院长我问你啊 你是个院长 别人很喜欢请你吃饭 甚至有人还拿钱拿东西贿赂你 你也没有还给人家 对不对啊 老院长就点头 这就是你痛了更久的原因 所以老院长啊 那你好起来以后 千万不要再吃什么 这些鸡的心啊 这些猪的心啊 然后回头 跟那个博士的女儿说 你跟你爸爸拿一些钱啊 去做好事好不好啊 他爸爸就一直点头 手就比这样 比这样 三万人民币 他让他女儿赶快拿钱出来 然后老和尚就走了 过了没多久 这个院长还是死了 老和尚也奇怪 不是告诉他忏悔的方法了吗 不是叫他布施了吗 怎么一死呢 叫人家去问他女儿 一问你你有没有按照你爸爸去布施 他女儿是博士 我不信这一套 他照吃他的肉 他不信这一套 不信就没爸爸 原意已经知道了 所以各位 什么事情都有他的原因的 还有一个四十岁的法院的法官 这是我讲的都真实的故事啊 他得到癌症 肛门癌 整个肛门都割掉了 所以不能躺 都不能躺 只能跪着 跪着趴着这样睡觉 在家里 很痛苦 然后他们就找这个神通的老和尚 帮忙啊 老和尚啊 看看能不能医医他 结果老和尚到他家里面去啊 就问这位 很痛苦的跪在床上 床上都流了很多血 他说 哎哟 你做法官啊 不错啦 但是 你这个人 心不好 这法官说 怎么会呢 我哪里心不好 你呢 经常让人家请客 哇 大鱼大肉 啊 请完客以后 贿赂贿赂你 又给你一点钱 你就黑白不分了 啊 你这样呢 等于侵犯了国家的财产一样啊 啊 没有办法负责 这就是你病的原因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从今天开始 不准吃肉 不准吃肉 你贪污到的钱啊 赶快去布施 做好事 啊 啊 贪污三千 要拿六千 要拿一倍 去忏悔 你这样就可以好起来 哦 这年轻人就不一样了 知识分子 他接受啊 在那边哭啊 就跟他太太 我发誓 从今天开始 不吃肉了 啊 然后 叫他太太拿多少钱 去做好事 过没多久 慢慢的恢复 可以走路了 所以各位 很简单的原理 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每个人的行为 就在创造你自己的命运 啊 你要懂得改造 就这么容易了 啊 所以 再讲故事好不好 啊 时间快到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塔 啊 这么庄严 在法华经里面有一个 巨沙成塔的故事 我觉得也很好 所以 我们这种法师要造大佛像造塔 各位一定要想尽办法护齿 为什么 这是你种福田的机会啊 啊 那有五百个小孩子 老师带他们到海边去玩 然后大家海边玩 其中有一个小孩子发起来 诶 我们就拿这个沙来盖塔 好不好啊 小朋友大家有发心啊 用它就慢慢的盖一个塔 突然 下大雨 刮大风 起大海水 五百个小孩子都被淹死了 淹死了以后 爸爸妈妈就痛苦啊 全部到海边来哭啊 来招魂 来招魂 那个时候 释迦摩尼佛大悲心啊 妈妈 爸爸一定很痛苦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到海边来啊 你们不要哭了 五百童子你们在哪里 来 让你爸爸妈妈看到 结果五百童子在哪里 都在第四天都率内院 都率内院 哇 爸爸妈妈看 哎呀 儿子啊 赶快回来啊 佛陀说 他们不会回来了 都率内院 寿命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好快乐 他回来干嘛 我只是告诉你们 你们不用哭了 你们的五百个小孩子 用沙 想着盖塔 巨沙成塔 得身都率 他比你们更有福报啊 而且都率内院 亲近弥勒菩萨 听法 发菩提心 所以 那个时候佛陀又招了五百童子 为他们说法 五百童子 当下真的不退转菩提心 好 所以各位 造佛塔功德大不大 大 所以各位 你只要经过佛塔 就要用身体绕一下 用身体又绕 记住哦 顺时钟又绕 各位看到出家人搭加沙 这边都空着 以右肩供养佛 所以绕佛塔佛像 一定要用右肩供养 叫又绕 顺时钟 如果你又绕佛塔 那么生生世世出身高贵身体 声音好听 得生天上 身材高大 女生你要做模特儿 没事就来绕塔 最好你怀孕的时候 就要来绕了 你希望你的儿子女儿身材更好 你怀孕的时候抱着大肚子绕塔 怀孕的时候拜佛 怀孕的时候放生 这个叫制造快乐的生命 优生学嘛 你希望你儿子女儿比你高 你要谦虚多拜佛 生出来的小孩子就高大 你希望你的儿子女儿 永远不怕晒太阳 越晒越白 多点灯 你希望你的儿子很会读书 多印佛经 乃是盖希望小学 你眼睛小小的 你希望你的儿子眼睛 女儿眼睛比你漂亮 又双眼皮 那布施油 眼珠子大 布施灯心 双眼皮 布施整个灯座 眼睛比印度人还大 你希望你的儿子女儿鼻子挺挺的 不用美容 布施最好的檀香 每次大和尚在点香 要不要用最好的檀香 布施香 鼻根清净 鼻子相好看 所以各位 你要制造你的下一代 也要制造你的下一辈子 这样了解吗 你希望手很漂亮 那你这个手啊 多布施甘露水 多打手印 多合掌 看到初见人就合掌 生生世世手相庄严好看 你希望你的腿很长吗 腿如何长 听课的时候 专心 乃至打坐的时候 做得很端正 甚至两只腿 多来绕塔 多这样 生生世世腿长 漂亮好看 所以 这也是我们修菩萨道的内容 修菩萨道 要向好庄严 你希望声音好听吗 多念佛 诵经辞重 来跟我背一下 不骗人 口才就会好 不骂人 声音就好听 不说是非 讲话别人喜欢听 不讲没意义的话 说话清楚 舌头要绑安全带 我走到哪里都要讲了 所以各位嘴巴很重要啊 我师父常跟我讲了 我什么都没有利用价值 就我这个嘴巴 还有一点利用价值 他说我这个嘴巴要念经 要做维挪 要念佛 要持咒 现在还要讲课 你要好好地保护你的口业 不准骂人 我师父讲 要骂人 你找别人去骂就好 你要保护你的嘴巴 为什么 你的嘴巴要来讲经说法 如果你骂人 讲出来的没人听 都像坦人一样 所以各位 你要注意啊 你要到寺庙来念经 在家里就不要骂小孩 就不要骂老公 你来念经才会好听 诸佛欢喜 人天欢喜 祖先超度 因为你念经的声音 所以我们叫制造口业 制造自己 这个在我们佛教里面修行 所以有一次国王 兵驳沙洛王 带着军队打仗回来了 一回来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在念经 一念经的时候 全部的兵马都听下来 大家都哇 这么好听的声音啊 马都不动了都在听 那个时候国王就很想去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 人家说是个出家人 然后国王隔天就拿着十代黄金了 跑来经社问佛陀 佛陀啊 听说你的出家人 有一个念经很好 一念经 我们整个军队都停下来了 不前进了 真好听啊 你叫出来 你把他请出来 我要供养他 佛陀就说 这个出家人叫灵身比丘 声音特别好听 结果一出来以后 国王吓坏了 他脸丑得要死 丑得国王都看不下去 他说脸这么丑的人 怎么声音这么好听 国王公言 你赶快进去 赶快进去 看不下去了 各位 你唱歌好听 人家喜欢听啊 对不对 你唱歌难听 别人就把你赶走 就这个意思 你脸好看 人家看不腻 你脸不好看 人家讨厌看啊 然后等他进去以后 国王就 佛啊 为什么 这个灵身比丘 声音这么好听 脸这么丑啊 国王就说了 过去迦瑟佛舍报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个国王 就要把佛陀的设立骨 来盖一个大佛塔 把全国最好的建筑师 四个找过来 你们四个大建筑师 帮我把佛塔盖好 我对你们